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 今天台北股市涨147点 从开盘都开始一路上来 昨天美国股市表现蛮平淡的 昨天道琼只小涨47点而已 纳达克小跌0.1% 费成报告题小涨0.1% 因为今天美国休市一天 耶稣送难日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连续三天的假期 所以往往在这种连续假期前 交易会比较平淡一点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 普遍都小涨小跌 变化不大 昨天大部分都是小涨小跌 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一开盘 香港股市 今天香港股市一开盘 就涨了300多点 那盘中一度大涨到400多点 上次去那四百几点 所以教过你们嘛 除了看美股以外 日本股市很重要 日本比我们早开一个小时 他们八点开盘之后 一个小时的时间 日本股市的走势 就会带动台北股市 短线的波动 所以日本股市间 虽然美国股市昨天 波动不大 假期效应 日本股市一开盘 就开高200点 然后在我们开盘前 它就已经涨了200多点了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 整个多头就开始一路上来 所以综合这些 国际股市的看法 你在分析上面 就能够掌握住 真正的一个方向 昨天台北股市跌53点 今天涨147点 指数最近都在高档 做震荡 最近都在这里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波动不大 可是个股强得很强 弱得很弱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你不要在意指数啊 你越在意指数 你越下不了手 当你下不了手的时候 强势股一挡一挡 一直攻出去 所以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 起管就不要去堆啊 你看红海那么强对不对 也涨那么高啦 今天红海也跌啦 今天红海也跌了五块半了 都涨那么多了 要买底部就该买了 到这里你再去追高 就太慢了嘛 连最强的红海今天都跌了 所以不要去追强势股 没有那个必要 找底部的股票买 一样可以安心赚大钱 大盘在两万点 有些股票都涨很高了 你还去堆够危险的 所以我们找底部 贪大钱的股票来买 你照我说这样做 一样还是可以轻松如意的获利 你看礼拜二 礼拜二大盘从大涨200点 到大跌200点 很多人被航行吓得落荒而逃 我们趁机 逢低买中壘140 当天买 我当天就给大家看了嘛 对不对 紧接着礼拜五大涨 礼拜三大涨 我们昨天中壘150卖出 礼拜二买140 礼拜四昨天卖150 怎么快吗 两天而已啊 礼拜二买140 礼拜三涨5% 昨天礼拜四开高就卖 你看昨天 一开盘9点13分 中壘150卖出 对不对 昨天都给大家看过了 这样两天是不是就10块钱了 所以航行下来不是坏事 我经常跟大家讲 当方向没有变的时候 航行跌是好事啊 有跌你才有机会减便宜嘛 你不可以每次一跌你就吓到 然后一涨你就哇 好高兴又要去追 那永远就是最高杀低啊 对不对 所以反而航行跌是好事 趁跌的时候赶快下去买 你看我们两天就10块钱了 两天10块钱 一张一万耶 10张就10万了耶 两天就10万块钱了耶 140万两天赚10万块钱 好不好 很好啊 对不对 今天中壘多少 135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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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今天是除锡 今天除锡除了5块钱 我们都好150万的 我们张105万块钱 今天135万块钱 这样是差很多了对不对 所以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带你母带我会带你母带 你看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买中壘的同时 也买金城科 69买进 礼拜二买 昨天礼拜四 金城科 拜你69块母带 到昨天76块2 这样是两天就10%了 怎么快哦 两天就10%了哦 我专门找这种赚大钱的股票 趁它低的时候 趁它跌的时候 赶快下去买 对今天金城科押回 今天金城科押回 我们还是通知 金城科72块可以去买 你看今天金城科押回来 我们72块钱又买 买了之后又上来 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会员参加 那你之前还来不及跟上的 69块钱来不及买嘛 对不对 这两天押回来 新参加会员 找到好机会 赶快通知他们买 那当天买是又回到平盘了 基斯坦高评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获利创历史新高 达了四个月的底部 基斯坦高评 我都有在节目 事先跟大家讲过 是不是金城科 趁压回的时候买进 又大涨 趁压回的时候买进 四个月大底才刚完成而已啊 尤其获利创历史新高 本益比才多少 才十倍而已啊 现在大盘涨到两万点了 大盘去那两万点嘛 你还要去找那种 赚大钱获利创新高 本益比十倍了 不容易啊 那一旦涨 一旦有找到 你就要积极参与嘛 对不对 机会来 你就不要让它流失掉嘛 你看我们礼拜二 趁大跌的时候买智新 265 今天智新 又来 又登下来 我们今天还是通知啊 智新 两百六附近 都可以再买智 今天买了之后 收盘 两百六十六 我们盘中买两百六的 趁压回买两百六的 收盘两百六十六 当天是不是又六千 又六块钱了 六块钱 一张六千 一张六千 十张就六万啊 两百六十万 当天买赚六万 这样好贪吗 那为什么买智新 智新 我给大家看过啦 打了六个月的底部 一年赚十七块钱 这探钱的工息 打了六个月的底部 都还没去 是不是自信 打了六个月的底部 赚这么多钱 那有押回来 当然是要赶快买了嘛 对不对 当然是要赶快买了嘛 林合砚专门找中 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老金的 与这败 我一概不碰 涨到外太空了 涨到天花板了 我更不会带婚人去买 党党股票 我都是找中 赚大钱 还没涨的个股 你有看到哪一个分析师 是这样在做的吗 绝大多数的分析师 都在追农 已经涨很高的 那个就不是本事了嘛 对不对 有本事 你就是还没涨 就开始底部买进 然后行情一发动之后 整个破断 整个全程就吃下来 这样才过瘾嘛 这样才是真的赚大钱嘛 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你再去追 那又不是本事啦 那又没什么了嘛 对不对 林合砚专找中 还没涨的 尤其业绩特别好的 你看台达店 三百八跌到两百七 谁敢买 谁会买这种股票 全市场只有我在做这样的投资而已啦 还有谁 还有股神巴菲特也是 股神巴菲特也是 找那种未来产业会大好 股价大跌在底部的时候 慢慢买慢慢买 行情一发动 五倍八倍十倍在获利 股神巴菲特股票一爆 可能爆个八年十年 我们没后天破那么久嘛 那我们相同的方法 找中底部的股票来接 两个月三个月 赚个三十%五十% 很容易嘛 对不对 台达店 两个月三个月 赚个三十%很容易嘛 是不是又是底部买的 那涨高要会卖啊 上星期五 台达店三百五卖出 三百五卖在这里 我也没有卖在最高点啊 我卖完之后还涨到三百六十五 那今天 台达店多少 三百四 三百四 我们上星期没三百五 我 还不错啊 那战士就三十十%了 现在就三十几%了 所以股票一年多 是咎咎痕痕痕 你要有一定的交易原则 你要有一定的获利方程式 利用那样的一个方式 一档一档慢慢做 不要急啦 不要每天看 这支大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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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然后心就痒就想追 那一追进去 你要已经长那么高了 你追进去不会卖 那换你一路被套 这样都不好了嘛 对不对 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慢慢的找 找这种底部的股票 慢慢找找中底部的股票 当确认机会来了 那就进场 给他时间 三十八五十八六就贪到了 然后卖掉钱收回来 我们再来找后一个机会 这样才叫投资嘛 这样才会滚滚滚滚 长期下来 你就是赚最多钱的人啊 是不是 任何股票涨高 一定是人为炒作 一定都是的啦 如果没有人炒的股票 不会去啦 那一档个股人家炒高 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要当大股东嘛 一定只是为了要 赚那个差价而已嘛 所以炒高之后 人家一定会撤退 所以起关的股票你再去 往往会遇到人家 正好在撤退的时候 那你看到前面涨那么多 你以为是多头 那其实已经快结束啦 那等你跳进去的时候 就换你跳在上面啦 是不是 所以经常讲 涨高的股票 很多都在拉高出货 你不要去堆 堆楼很危险 我礼拜二的时候 特别跟大家谈什么 重电类股 当时重电类股最强嘛 铃铁院反而提醒你 不要去堆喔 堆楼你就知道死 讲完之后礼拜三 华城中心店市店 全部大跌 昨天礼拜四又来一根 又来一根 对不对 都去那拐啊 你要去堆 你就投到了嘛 我有在你拿刀啊 我礼拜二叫你们 不要再去追了 会重头彩啊 你套着剃帮啊 就连跌两天了 那与其你要买 你要去追踪这么高的股票 要买底部就要买 涨高了就放弃了吧 与其要买这个还不如 我跟大家讲过啦 锄能电力锄能里面 最赚钱是这一家 赚16块半 完全没去 这古年赚9块钱 探高货去那八把 肥皮几倍 快90倍啊 这古年探3块 起到200 本比70倍 这古年探4块 高货起到30年 本比80倍 这探17块呢 比他们赚的多更多耶 股价在底部 你说你要买哪一种 这种追高呢 还是买这种 说起来了 我216买的 今天已经253了 这样是不是 37块钱了 37块啊 所以林肺炎专门找这种股票 要买的底部 你就要开始买 不要等到事后大涨了 才去帮人家抬轿 去队关 那都没意义了 那都没意义了 台积电也是啊 500几块我就说700嘛 我在500多的时候 就讲700的嘛 然后涨到700多 你再去追 你再去追 你就赚不到钱了嘛 你就赚没钱了嘛 对不对 任何一支股票都一样 技嘉350跌到220 专期厅也是我在买而已啊 我随便做个山趟 就快40%了 在涨高之后 我在这里买的时候 没有人敢讲 到这里的时候 全市场都在讲 对了 我还一直提醒你 不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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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买啊 现在市场上 还有人在讲技嘉吗 不可能的事情啦 打死也不会有人讲 因为它是在跌的股票 怎么会有人讲呢 对不对 这一段全市场都在讲 我在这里买的 我在这里叫你们 不要再对了 会拉哦 什么拉啊 现在没人讲 我前几天给大家看了嘛 时间周期 25天 21天 23天 25天 时间到了哦 会再开始去哦 谁在讲技嘉 在跌的时候 还是我在讲技嘉啊 你看今天技嘉 多少 三百二十四块 三百二十四块 我讲的时候 我提醒你们是多少 三百零六 我说技嘉要我去 是不是三百零六 现在三百二十四了 只有十八块钱了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三十八五十八 不才有可能 不才会轻松 一直在追高 没完没了嘛 对不对 你看一直都是仗在做 印证给你们看 三百五 跌到两百二美食 我们从底部开始买 拉回第二只脚 两百三买 两百八卖 两百六买 两百九九卖 这样是不是40%了 材料KYS啊 这个美食这还会在涨 因为新的时间周期又来了 我带你买也会带你卖 材料KYS啊 一千两百六 跌到七百多 没人敢说 这种走势这种图形 大家怕也是 我最喜欢这一种 八百八二零八三零八四零八二五 一路买 买完之后一千 一千一 只有三百% 还有三百% 来到一千一 八零五零卖出 八零五零卖出 这么快六买啊 这边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人跳出来讲 讲完之后一蹦跌 没人敢说 还是只有林河宴 持续锁定在 操作在注意 这帕队才不兜啊 要注意哦 认同我这种 专买底部GEO股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王总有付电话 介绍很高 收藏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现场 礼拜六 我有一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台北 我有一场讲座 年报配息的反击 最近年报发布出来之后 很多长期没有涨的股票 整个喷出去 最明显就是红海 对吧 打这么大的一个长期底部 年报一发布 整个喷出去 浴金光也是 打底打这么久 打底打了这么久 这么久的一个底部 年报发布喷出去 打底打那么久 年报一发布喷出去 所以你要去找这样的机会 跟指数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嘛 你看连圆摆这样喷 这段时间 对不对 大盘 大盘在这里 圆摆 整个冲出去 有没有 所以不要被指数影响 等一下广告时间 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台北上的讲座 年报配息的反击 你给我两个小时时间 我把我搜寻到的 找到的机会 来跟大家一一的做分享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这是底部的 有没有 做这一步的啊 过例创历史新高 六块七 本比十倍 这一期也是啊 赚十七块钱 打了六个月底部 包含这一档 最赚钱的除能系统 是不是也是底部的 所以用心找还有 用心找还有 一向买底部 你要赚个30%50% 机会才会大 对 华瀚 六个月大底 275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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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买 你知道华瀚最近怎么样 我等一下 六个月大底 华瀚道这两年 你不要再买了哦 这个下跌时间 已经完全反映到上涨时间了 这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 如果有的 改路车 如果没有的 不要再去堆了 还有底部的股票 还有底部的股票 AIPC 净值70 股价才30几而已 这件也是啊 净值90 股价才30几而已 中国股票 最安全 82天 47天 47天 时间到 它就动了 对 买进之后就开始涨了 买进之后就开始涨了 就开始噹噹了 越走越高 你找不到 你找林和彦 找我更简单啦 一通电话过来 林和彦就在你身边嘛 对不对 我牵着你的手 带你买带你卖 这样最贵 我今天跟大家谈一支股票 这条你如果欧的乡 你钱赚不完 来 给大家看这个 你看这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现金有336亿 金融资产 现金就不用解说了嘛 对不对 现金的cash嘛 银行里面会钱嘛 那金融资产呢 很多公司 如果把钱单纯放定存的话 那利率很低一%而已 那有时候买一些金融债券 美国债券 利率有2% 3% 反正效果会更好 所以这种叫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有169亿 存货 存货都不用解释嘛 仓库里面的货 也有64亿 因为存货可以随时变现 所以它也可以当成现金的一种 那光是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是什么 一年之内能够变现的 有730亿 我在说你听不懂 现金336亿 金融资产169亿 存货64亿 你知道这一家公司 所有股票加总起来总市值 才150亿 一家公司的总财产 有有形跟无形 有形像土地厂房设备订单存货 现金转投资 无形还有这一些 只要全部加起来 等于它的总财产 也相当于就是它的股价总市值 就这一家公司竟然 总市值连金融资产都还不到 更不用说 手中现金就是总市值的两倍了 这种情况的股票 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 代表股价跌到太离谱 这种情况都会变成未来的大标股 这种情况很少 我一年大概只会发现个一次 我去年发现 去年我找到这一档地宝 从60标到现在200 现在又来一档了 这一档的股票 我演讲会上跟你讲 广告时间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台北场的讲座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